我来教一下大家如何来打沙坡 如何发腻 很多人打拳的话就是 摸得很紧 然后你脖子是这样子垂的 这个是使不上劲的 发腻应该是蹬脚 蹬脚带动身体 用身体去 才是放松胳膊 松肩 胸臂 一定要放松 用身体带动 后蹬 后腿蹬 前腿刹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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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腿刹车 后腿肌痛 当你遇到歹徒或者什么 你就一紧张 全都握得很紧 然后你的手 它就是僵硬的 发不了力量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放松 你说不要惹事 你说我不惹事 一定要放松 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 万一说它出手了 它出手了 你可以一啪 就是这样去直 直接去干它 这一拳的话一般就可以 如果打中面门的话 一拳就可以放到它的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也不是说 很多交拳 一定要这样 然后再转出去 这个不是说不对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会 会降低那个你出拳的速度 一定要出 出手 抬起手 就直接抬出去 用后脚 后脚灯 前腿 刹车 抬出去 然后我手一般抬起来 这样跟对手保持距离 这样装作去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就装作就是害怕的样子 一来可以挡住它出拳 二来的话 随时可以很快的出手 很快的一蹬脚 就会出手 不管打什么地方 不管打打什么地方 一定要放松 就是我们平时练的话 不要去用蛮练 一定要练速 胳膊一定要放松 要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你不放松的话 你的胳膊是僵的 你脚上的力 就传不上来 你身体的重量 就压不上去 你只有把身体的重量 压上去了以后 你才会 才会有劲 平时练的话 就是一定要放松 练松 越松越好 不要去太纠结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其实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很多时候都是突然出手的 这样是最直接的打击 直接打击就一悬就可以干到它 你不能说我还摆个姿势这样 出中悬还要去悬 悬跟我转跨 你动作太大的话人家就知道了 人家也可以躲开了 所以说出其不意是很重要的 出其不意 就这样一拳就可以干了